今天我们讲17章,这个高一最后的一章了 应该是还没有上了学校那边,所以我今天会上这一个 然后 yes 学校上了,ok,这样我就利用这12月的时间来给你们上这一个了 然后 Google Classroom也进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个课本 课本 放上去了,然后可能我 今天写的东西 我也把它再compile,一直再放回上去 然后 OK 还有的就是 里面还有那个高速 高速1和高速2的那个历节考题 所以我分两个file啦 所以我们先讲完这个课本的 然后我们再上那个 OK 所以 所以指数 指数我们其实上过了嘛,对不对 这个初中的时候我们有上过了 第一个呢,我们是有这个 a的n次方的意思就是a乘n,a乘a,就是有n个a 然后乘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你的指数的一个概念 OK 然后还有的就是a的零次方呢,我们是讲他是等于1的 如果指数有负,我们是代表他是在分母嘛 OK 然后如果是分数的话,我们是讲他是开根号 然后根号如果是1分之1,这样我就开根号 平方根 那如果是1分之1,我就开立方根 以此类推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初中学过的 那高中呢 啊,我们首先 啊,第一个呢,我们要先讲的就是 呃,你可以看到的a的m次方什么意思就是有m个a 对吗?m个a相乘 n a的n次方 是不是有n个a相乘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再全部再乘在一起呢,他应该是一共是有这个m加n 啊,m加n次方 所以这个呢 啊,我们有口诀的啦,那个我们的口诀是这样讲 呃,底数相同 相乘,指数相加 啊,相乘,指数相减 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两个的这个formula是这样子来背的 OK 那还有的就是挂弧的这个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讲 就是说你的挂弧其实是要乘进去 所以你的,呃,很像说挂弧a的m次方 外面在一个n的话呢,他其实是m乘n m乘n乘在一起 那如果是ab 呃,完全的n次方 你的n呢,次方呢,是要在a跟b那边 除法也是一样,a跟b都要有 OK,so这个应该是初中,初中有提过吗 啊,应该可能有一些已经接触过了啦 OK,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运算,计算题 所以这个是第一题 呃,例题E,他有abcd 那怎样运算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125啊,他其实是5的3次方 然后我们换成5的3次方 2分之1,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负1次方 所以跟外面的负负,呃,呃,跟外面那个负呢,就可以抵消掉 所以他其实是a的 啊,2次方啦 OK,so这个是那个 OK,so第1行去第2行就是这样子的啦 3,4,3是什么呢,如果你按计算机的话 OK,当然3,4,3的话呢,这边他可以跟你讲说,他其实是7的3次方 除7,除7,除7 OK,7,7,49 OK,所以他是7的3次方 外面 还有一个3分之1 OK,然后还有的这个2分之 sorry 27分之1 也是一样的,我们把那个负责 去掉 然后去掉 然后当然在这边你可以再更快一点啦 然后你的27呢,其实是3的3次方 啊,所以你可以直接跳去第3个步骤的这个部分了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是这个步骤可以跳了,这个放上去 OK 那我们的3跟3可以越减,然后3跟3可以越减 然后这个3跟3也可以越减 也就是5的2次方 25 啊,2的2次方 4 啊,7的1次方是7 然后3的,呃,这个3跟3就可以越减 所以是3的1次方 所以换句话呢,我个人是觉得这一步不需要了,这个拉上去 那你就省了一个步骤了 OK,所以25加4加7减3呢,按下计算机你就可以得到33了 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作法 然后第2题呢 这一题 啊,4是可以被变成2的平方,9可以变成3的平方了 所以一样的1分之1曾进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它是越减的情形 好,所以变成3分之2 再来看一下第2项呢,你可以看到任何数的0次方,它都是1 只要不是0 不是0的0次方 0的0次方呢,我们是是讲它是 没有定义的 无意义的 不过应该是不会出到这样子的东西出来啦 反正正的值,负的值也好 0次方我们都会换去1的 OK 那遇到带分数怎么办呢? 遇到带分数你第一件事呢 你必须要把它变成 假分数 必须要变成假分数 所以在这边它变成假分数了 应该会变成 2乘27 再加10 应该是得到64 为什么它写到分母呢? 因为它要把那个负给去掉 当然你在 我的做法是这样啦 我是把上面跟下面倒转 我是不会把整个东西放在去分母 比较乱 所以我的写法啦 不同老师 不同写法 当然都是对的 我的写法 我是直接把它变成 64分之27 然后 3分之2 OK 这样子 那 0.128 如果你按计算机 或者是 如果你熟悉的话 它其实是 8分之1来的 8分之1就是 2的3次方 然后 如果复根复给去掉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2的 2的3次方再增3分之1 所以最后会得到2 OK 最后会得到2 然后呢 3分之2加1 27 27这一边呢是3的3次方 64是4的3次方 然后 还有一个2次方 所以4的平方是9 3的平方是 3的平方是9 4的平方是14 OK 所以最后会只得到16分之9 然后这个呢 他应该是按计算机啊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答案 OK 当然通分也是不难啦 但是 你可以看到了 出而高中可以用计算机的跳掉的步骤你就尽量了 啊尽量的 啊 直接跳就可以了 alright yes b的部分 哪一个哪一行 有问题 OK啊 好 c的部分啊 c的部分你不要混淆 因为他有挂湖 他基本上全部树木 他其实是相乘的意思来的 啊 在这边其实是相乘的意思来的 首先我们先要看树木 啊 就是那个常数 啊就是 不是常数 细数 啊 在他的那个前面的那个树木 所以上面有一个4下面有一个12 对吗 所以变成了月减的话就会得到三分之一 还有就是好像是只有一个负 啊 只有这个 右上角这边有一个负 啊 我们整个整体啦 总之他有很多负都好 我们就去算一下他有几个负 单数的话你就有一个负 双数的话你就不用再写负 啊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这里是负三分之一 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去呢 这个A怎么看呢 你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个A 右上角有一个A 下面有一个A 你可以一次过直接的做完的 然后他就是 就是想说乘法就像加 负2 加负1 除法就像减 就是减 减负4 看到吗 所以他是直接 一次过写完 这样子的做法也是可以的 啊 因为不然的话你 换来换去 当然有些老师是讲 哦 如果你分子有负子你拉下去分母 啊 分母有一个负子又拉回上去分子 啊 当然拉来拉去也是可以啦 但是你会看到说 啊 你就会步骤就会比较多了 所以这个的话呢 他就是想考虑到说我好多个 他一次过做完 所以你会看到他直接在指数那里 啊慢慢的做 负2 减1 加4 OK 所以负2 减1加4 应该就是1 OK 然后 B的话呢 只有左上角有一个 啊 还有下面有一个 所以负3 减 因为下面是减的 减负2 啊 又是右上角还有一个这个我没有看到 这个B啊 右上角有一个B 所以他没有写的话呢就 啊 当作是一次方 哎 所以他是有负3加1了 再减去负2 所以在这一边呢应该是 加起来是等于零的 对吗 然后c的话好像是只有在分母有 所以我们就写成负 c的负1次方 OK c的负1次方 所以加到最后呢你会看到A的1次方你就放在分子 B的0次方你就可以丢掉他不用理他 因为B的0次方是1嘛 然后c的负1次方你就把它放在分子 分母 放在分母下面 好 所以这个就是整理好了的了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D D的要怎样处理呢 那他的1分之1呢他先把挂弧给去掉 他把1分之1乘进去 所以乘了进去的话 2跟2月 他就是A的 A的1次方 B的话就会有1分之1次方 好 第2个挂弧也是一样 那个负2也乘进去 A的负2次方 B的负4次方 然后这个负3也是一样乘上面乘下面 然后两边都要乘的 所以B的负3次方 A的负6次方 然后除法的话呢 通常我们是看到除法 我们不喜欢的 所以我是想 一上到高中了 我们不喜欢除法这个符号的 我们要把它换去乘法 然后我们上下倒转 OK 当然如果你要再倒转多一次 把他的负值给去掉也是可以啦 OK 那他在这边他就没有做 他就讲说 既然全部相乘了 我就直接加在一起 A的1次方 加乘负2 在减这个 减这个6 所以你会看到他是 1-2-6的 1-2-6 然后 1-2呢 然后-4 因为这个在分母啦 所以他是 -3 所以是加3的啦 OK -4加3就会得到 -1 -1加2分之1 应该是-2分之1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是 1-2 -2是-1 -1-6是-7的 OK 那在这一边 啊 那这边也有些学生就觉得很好笑 老师 为什么他这样写的 不是A的气质房 呃 他根号应该是根号B 应该是在分母的吗 啊 是 没有错 他其实是这样子 但是 我们有一个规矩的 我们分母不能有根号的 啊 我们要做有理化分母 所以有理化分母了 过后呢 你就会得到他的这个东西 啊 所以这个要注意的啊 所以 当然你讲 老师我保留回这个format 这样子写可以吗 呃 理论上也没有错 呃 理论上也没有错 只是说你会看到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 最后的答案呢 都尽量的 哦 简化他 我们 呃 尽量的指数不要有负 啊 然后如果是 分母的话呢 分母的尽量就不要有根号 啊 我们都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 Rules 啦 OK so 再来接下来看一下 哦 这个是有加减的咯 刚才都都是成根除罢了 A B的这个也是 哦 有开始有开根号了 OK 那在这边这个怎样做呢 呃 我的第1个想法呢 是3的2n次方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抽出来的 下面其实也是3的2n次方 对吗 so可以可以 其实是可以越简单啦 OK 那这个加1怎么办呢 这个加1你其实可以把它变成乘3的意思 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解法是这样子 他把这个加1变成乘3写在前面 OK 那9次方其实就是3的 平方啦 所以他就会变成3的2n次方 那这个3的2n次方抽出来了的话 这个3的2n次方是可以约的 3乘2就会得到6 这个抽出来不要把它变成零啊 很多学生就抽了就是把它当作是零了 这个要注意他还是会有一在这一边 所以6加1是等于7 OK B A的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要拖用了 有时候不要 呃 呃 这 这种指数呢 你要看 看提醒啊 不懂 不同的方 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式可以 呃 要处理的哦 OK 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能先处理里面吧 啊 先处理里面 然后可能外面的这个 我们直接放在三分之一样子 OK 所以处理里面的话呢 A跟A可以联合了 A减负 二分之一 A的A sorry A的一次方 一次方减负的二分之一 所以是 二分之三啊 二分之三 再来这个是减一 这个应该是减五啦 减一减五应该是减六啦 减六 然后这个三分之一再沉进去的话 你会看到了这个三跟这个 这个三会约掉了 这个六会约掉剩下二了 啊 所以得到这样 然后一样的我的 二分之一 我写成根号 我的负值 我就写在分母啊 所以是得到A 跟号A 所以B平方 alright 就就是这样子啦 那17 yes 一起 yes 不是 你 我 可以的 我 不 是 A的 二分之一 他的指数没有负 所以他是在分子啦 啊 这个B的负 我去掉了 他就放去分母 所以他就变成B的平方 这样子来看 可以啊 刚刚开始你会乱了 他刚刚开始一定是会乱了 然后过后了你就会比较好一点了 OK 这里我好多题 好多题 OK So 这一边呢 呃 我要讲进行 因为我要给你们功课 那功课的话呢 我们通 我都 呃我可能要示范几题 啊然后在 我觉得去示范几题然后再给你做其余的 啊其余的 说完了 OK So 感觉上来提比较难呢 好来 看一下 啊 随便啦 啊我们拿第一题 啊第一题来看一下哈 第一题我们是讲 负二 啊的立方 减去负一 的零次方 那这个 啊 啊负值你要看他的这个如果有负值然后有翅膀你就要看那个翅膀是正还是呃 单数还是双数 如果单数的话这个负值要保留 啊如果双数的话这个负值就去掉 OK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部分 二的三次方呢我们直接放进去了啊 二的三次方是8 OK 就二的次方其实有东西要 已经要备好了 二的一次方是二的二次方是四 二的三次方是8 二的四次方是16 二的五次方是三次 二的六次方 二的六次方是64 二的七次方是128 二的八次方是256 二的九次方是512 二的四次方是1024 OK 所以我通常要追学生的已经备好前面的二十 呃十次方的 啊 也 也不难了 当然你讲哎老师我忘记了什么 哎磨回出来了 啊这个顺序一背下来呢 我也是 乘二乘二乘二这样子看的 啊当然有一些数目我就备好了128 256 512 1024 啊这些都备好了了啊 OK 后面啊 题外的就是教你要怎样巩固你的这个 四方的部分 呃三次方其实也要巨三个啦至少 啊一三三 三的一三方三三的三二次方是9 再乘三是27 再乘三是81 啊大概到这里就好了 啊再乘三的话是24 23 感觉上我好像也没有背起来这个 OK 所以 一些啦 啊 二的话的通常就到十次方 OK 所以负义的零次方啊就是 我刚才讲了啦 任何数的零次方只要他不是零 不只要不是零的零次方 啊 都会是一 OK 所以 啊 负值也会去掉了 他的负值也会去掉 所以在这边是等于负酒 OK 应该很简单啦 这一题没有问题 啊这个我勾了你就不用做啦 然后没有勾的话你就做一下啦 没有勾的你就做完他啦 OK再看一下啊 这几题好像都很容易我做这个 难的啦 第13题 啊第13题来做一下 第13次X的四次方 Y的负三次方 乘上X的负二次方 Y的平方 OK 也不 没有很难啦 说乘法 指数 将加 4 加上负二 所以4-2啦 所以得到2 那Y的话呢 负三加二 所以得到负一 啊 寻力把它整理一下 不要那个负值 我们放在分母 说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OK 应该没问题 很简单 OK 还有哪一些 还有哪一些 我再看一下 有什么复杂一点的 我真的好像很复杂 21 21我们来看一下 21 X的负一字方 加上Y的负一字方 X的负一字方 -Y的负一字方 X的负二字方 Y的负二字方 这个有 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 首先我们把分子相乘了 你 你不要把那个负一字方弄乱 他其实是前加后乘前减后来的 啊 所以我们可以相乘就会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 也就是说 X的负二字方 Y的负二字方 所以 减了 前平方 减后平方 OK 所以这个可以越减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也一样 负二 X的负二 Y的负二 让Y的负二可以越减了 那我们就在 再把那个负给拉上去了 我应该就可以得到Y的平方了 啊 这个X的负二 我也可以把它再拉回去分子 我又得到 X的二字方 所以这一题来讲的整理到最后其实是得到 Y Y平方减 X平方 OK 然后后面呢 这几集 这几集的都是 有数目啦 有数目有有有有值的啦 所以我们看一下25题 啊25题 25题啊 哈哈哈 又 你要吵着这个是吗 还好可以按 暗度啊 你还没有吵完 没有吗 OK 等下其他的全部你要做啊 啊 真的数学还是还是要自己 自己花时间要做 什么 听不到 啊 OK 可以可以 OK啊 OK 第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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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题 六又四分之一 怎样处理 啊 刚才我讲了了这种 带分数 我们一定要换 换成假分数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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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二十四加一 二十五了 OK 所以 换了假分数 你就可以看到出来 二十五其实是五的平方 对吗 四其实是二的平方 啊 所以如果我的二成 二分之三沉进去的话呢 二是可以跃掉的 二可以跃掉 五就沉进去 就会变成他的 三次方了 三拉进去就是三次方 五的三次方是一二五 啊 也是我背好了的 二的三次方是八 也是我背好了的 OK 说至于你要不要把他换回去那个带分数 啊 你自己看了 818 45 8 58 40 所以剩下5 所以是8分之5 类似 类似 差不多这样 当然你也可以按计算集 125 除以8 OK 然后再按这个 这个符号 15 8分之5 OK 好 那还有哪一题比较复杂的吗 还有什么复杂一点要让我要要要要帮忙做了吗 37 OK 37看起来好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可以查调 OK 81 16 负0.25 OK 增上8的27次方 负 3分之2 OK 0.25 0.25 0.25 负 2.5 所以在这一个 这种情形呢 我们是不喜欢他有小数点 小数点 好像我们刚才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讲来讲去只有讲到分数 有讲到负值 没有讲到有小数点 所以如果有小数点的东西我们尽量都把它变成分数 OK 先看81 81其实是3的四次方 对吗 然后 16的话 4416 应该是2的四次方 OK 这样子 然后 如果你在看一下 0.25其实是多少 它其实是四分之一来的 所以我们方 负 四分之一 好 同理 28 是2的三次方 27 是3的三次方 OK 负 三分之二 还有的就是这个0点 0.25 它又是四分之一来的 只是说我可以 不要紧 我放回四分之一 然后2.5是什么 2.5其实是 负 负2.5 负2.5是二分之五啊 负 二分之五 OK 那当然我可以再做快一点的 把这个4 好 换一换 变成2的二次方 OK 那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444可以约的 333一个约的 2跟2一个约的 OK 然后你又注意到一样东西了 他的这个指数呢 都有负 所以如果我们把他那个负给成进去的 他就是分子分母会倒转 然后分子分母会倒转 2 2也放进去了 2也放进去 3的2次方 然后的这个是 倒转 应该是在分子了了 2的5次方 OK 那我们这种月减法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一个跟一个月 一个跟一个月 还有这个可以再跟这个月变四次方 OK 2的四次方 4是16 16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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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OK 就这样子 37题 当然你可以去check下答案了 应该没有问题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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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17 这应该是17 A 第几题啊 第37 48 OK 没问题 好 还有什么需要做吗 我看看啊 嗯 说第38跟第39是类似的 你基本上是可以抽这个三的N次方 啊39你可以抽三的N次方出来 对吧 啊 还记得啊 那个提醒 然后38的话呢 2的N次方可以抽出来的 然后我们可以月减掉 OK 这个应该是不难的 OK 所以 我留给 sorry 42 OK 好来我来看一下这一题 42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OK 我写一下啊 是 这个5次 然后这个是根号吧 根号吧 然后这个是 立方根 再来5次 方根 然后再来这个4 再来平方 哦 看起来很像什么 图长 OK 等下我再讲讲 处理啊 OK 首先我们的这个4呢 是可以把它变成2的2次方 那这个5啊 立方跟5是什么意思 让他就是分母5啦 所以我不可以把它变成 5分子2 OK 那个2次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分子的 然后在这里的一样的这个8的话呢是2的3次方 那他开根号呢我们就放在2啦 放一个分母2 还有的这个是 4的话呢 它是2的2次方 外面一层又有一个2对吗 2乘2就会得到4次方 OK 那个5 立方根 还有5次方根 怎样办 5乘3 15直接把它放在分母 就这么简单 不要把它看到很复杂 然后一样的这个你根号没有放东西呢 是代表2次方根 2次方根再3次方根 意思就是说他6分之1次方 对吗 326啊 就这样 好 所以 全部都是2次方根 Base 它的底数都是2 所以我们就用 乘法 用加 OK 15分之4 除法 用减 OK 所以我偷懒了按计算机就好了啦 2 2 over 5 加上3 over 2 加上4 over 15 减去1 over 6 alright 等于2 哦 这个很有设计好了啦 2的二次方 24 OK 就这样 就这样 没问题 写一下 还没有 OK 所以 大学生普遍上看到几个根号放在一起就会 吓到 因为没有接触过嘛 基本上是 我是觉得学生没有看过这样的题目就会怕罢了 不过如果 你 接触到 接触过了 然后你 知道解法 其实不难啦 啊 他就是 啊 直接相成就放在分母高点 OK 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进入去 17.2 其他的 啊 我放一个 17.1 我再看一下我是要怎样的一天做一个功课 啊 还是我 17.1放一个17.2放一个 OK 我再看考虑看家我等下10点再放放在Google OK 好 那17.2啊 就讲了对数对数基本上就是了啊一个指数一个对数 指数 指数 什么 今天做的 你最好是的全部做完他 带一次过上传 啊 OK 17.1 17.2 啊 哇 如果上两个小时 如果上两个小时 我不是做了四个小节 我们看一下那个速度怎样了啊 好17.2是堆数啊就是我们的那个Log 啊 那Log的话呢 这个交换 啊你必须要熟悉了 所以说是A的N四方等于X 我们可以写成Log底为A X会等于N OK 就这个看你怎样啊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计法就是把这两个拆开分两边一个放底一个放 答案然后这个X放中间啊这样子 啊 这样子来计的啦 OK 这个交换了你们必须要熟悉 那当然当然了如果高中来讲的我们必须要 注意的是这个东西 OK 反正后面的条件我们要很熟悉 因为高速二来讲的他会怎样出呢 他会问你 他的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Domain Domain叫什么定义欲在哪里 或者是他的职欲会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 学对数的话呢 在高中来讲呢我们要注意他的定义欲还有他的职欲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 我们在这边如果我要换成一个Log的话呢 我的这个A的底啊 一定要是正的 如果你是 -2的二次方等于 -2的二次方等于 4 来讲 你要换成Log 可以吗 不可以 不行 有负的不行 OK 所以我们 指数换对数的时候有条件的 我的这个 底呢 是不能有负值的 有负值我的这个对数就做不到了 OK 那还有的就是 这个 X呢 也不能是负的 任何数的 虽然你讲 -2的 三次方 是等于-8 应该也是可以有负值存在 不过Log来讲呢 我们不要 因为这个次方呢 又很奇怪了 如果是 如果是平方 他就不可能出现 负值出现 然后又 立方根才可以有 但如果是1.5的话怎么办 到底有还是没有 所以Log 这个对数来讲呢 我们把东西呢 简化 简化 我们只拿证的 我们只求证的 OK 还有一个就是 A不能等于 A不能等于 A不能等于E吗 A也不可以等于E OK 有有有有 我们有条件 因为E的任何次方都是E 这样你都不 不需要做了 干嘛还要转去对数 我们转去这个 对数的用意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这个X是什么 不知道N是什么 我们要想办法找 如果你的A是E的话呢 你这个N 是任何值都好 N是任何值都好 X一定会是等于E 对不对 所以他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所以我们的A也是不可以等于负值的 然后 你的 所以呢在这一边呢 我们的定乱 我们的定义预 X必须要是真的 OK 所以在 在对数来讲呢 这个X就是我们的定义预 我们的定义预 X一定要是真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N呢 也应该是真的吧 可以负吗 可以负 可以负 所以N可以是任何值 但是我的定义预 只有这是在 这是在正的 然后我的N可以是负值 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 OK 等下我们会看他的图形啊 我们会看他在graph里面他是怎样的 而且看了graph你又更加的 记得他的定义预跟这个值预 这样看 All right 这里就是基本上我刚才的讨论的 所以还有一些性质你要背起来啦 比如说 LogAA 就是A的多少次方等于A A的E次方等于A嘛 LogAA就是等于E 所以你不要每一次都去看A的多少次方等于A 你不要换成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因为你换这个想法你就慢了 那我们通常是背起来了 LogAAOE 你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会告诉你 有些老师就自己告诉你 背起来 这个一定要背的 因为你做久了你要熟悉 所以 当然我可以解释 但是他过后呢你就会发现到 你要熟悉了 所以如果是LogAE A的多少次方等于E A的零次方等于E 对吧 所以呢 这个A 只要那个LogA 上面那个数目出现了E 我直接整个东西 把它当零看 OK 这个比较少用 LogAA等于E 就比较常用 OK 这个当然也要 记得了 OK 还有的就是这个运算法则 运算法则其实是 从指数那边可以推算过来的啦 那我们就讲说 相乘 指数相加 对吗 像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的 你会看到相乘 它其实是可以分成加法 对吗 所以A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讲 一个Log的乘可以变成两个Log的加 一个Log的除可以变成两个Log的减 所以是这两个口诀来取代它 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指数 所以X的M字方 那个M可以拉前去变成法 OK 但当然这个条件就是 X要大于零的啦 X大于零的 如果X小于零的话 可能又会 有不符合的一个情形 OK 所以要注意啊 我们的这个对数 这个运算 不要乱用了 X负值也照用了就不行了 OK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例题3 Log Log64是等于多少你可以这样子看 64是等于4的三次方 4的三次方 那这个3拉前去是Log44都得到1啦 所以直接可以得到3 所以有时候呢你直接可以更快的就是说 这里只要4跟4你就拿它指数就是它的 数目了 OK 所以这个是做 做久了做快了有些步骤可以跳啊 然后还有的就是 25 这里是 1分之1怎么办啊 好 我硬硬要把它 变成1分之1啊 也是可以 我可以把它硬硬变成 5的2次方吗 25是5的2次方 我把它变1分之1我会讲多一个负 所以它是负2次方 1分之1对1分之1了 所以指数 直接拿来做答案 负2 OK 所以这个有时候也要做这样子一个 手法啦 C其实不用做啦 1515就是1 还有这个Donkey也是一样啦 这里是1 只要这里出现1它的答案就是0 然后自己这两个就不用做的 直接写出来吧 OK 还有的就是 它要你拆开来 拆开来用这个 这个 Log A X Log A B Log A X Log Y Log A Z 来表示这个东西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 一个Log的乘除 可以变成两个Log的加减 当然 当然 我是直接跳了 我是直接写成Log A X 加Log A Y 直接 减这个Log A平方 这个 2呢 这就拉下来 所以就会得到第2强 第2个步骤 OK 所以你可以 当然是可以直接跳啦 但是你的Log A平方还是要写 所以到最后你还是要多一步呢 把它变成F OK B的话 这个是乘的意思啊 这里有乘的意思 啊 所以我们是把它变成Log A 加上 Log A Z 的四分之三次方 就看到吗 这个四分 这个立方 呃 根号 4的开根号 就会把它变成分母了 然后还有的就是 当然这边它是这样子分开一些 我的直接可以把它在这边直接放成减了 我是把它直接放成减 然后 变成二分之一 当然它变成加 负二分之一次方也是可以 然后最后才把这个指数 拉前去 一指数拉前去就是减二分之一 所以最后的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当然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会这样子来问我们会讲 如果Log A X 等于 等于 P 等于P Log AY 等于Q Log A Z 等于 Q P Q R R 这样你的 以PQ R来表示这些了 当然也是类似的东西 OK 如果是 数目 如果是数目怎么办 如果是数目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怎样做 3 然后我可以把它变成 根号3可以变成3的二分之一次方 9分之一我们可以把它变成3的负二次方 那你就把这个指数给拉前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Log3是可以越减的 OK 然后在这边是有一个 凡分数啊 一点点的凡分数 内向相成为分母 外向相成为分子 所以2乘2等于4是放在分母的 然后 拉前去了 OK 所以是 2-1 没问题我就继续讲啊 好好 这一题 2 Log 啊这个Log平方啊 啊我们 读中是有这样子的写法 它跟这个Sign是类似的 它是完全平方的意思 啊 完全平方的意思 所以不要把这个2拉前去啊 OK 这个2啊 Log平方5啊 它其实是完全平方的意思 这个2千万不要把它拉前去 5的平方这个平方才可以拉前去 Log平方这个平方不能拉前去 这个要注意啊 所以也是类似的啦 很多学生看到这个啊 Log5的完全平方啊 它是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平方你不要拉前去啊 不同的意思啊 OK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一直保留的 所以它是只是在整理后面的部分 那后面的部分啊 有很多学生就看到 哦老师Log4乘Log Log4乘Log50 还不是5乘40啊 这个这样子的乘法也是错的啊 加法可以加在联合在一起 乘法的话呢 你如果两个Log的乘 乘不起来啦 OK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 所以他只是把这个4变成2的平方 Log5的 Log50呢 它是先把它变成5乘10 OK Log5乘10 然后 他就把它变成加法啦 那Log10的话呢 基本上它是1来的 因为 OK Log 当我没有写底的话呢 它automatic呢 它是 Base10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应该是初中都有知道了啦 所以这个2可以拿前去 这个变成1 alright 好 再来的就是它乘进去啊 它乘进去 然后再看一下要怎样处理 再把这个Log 5 跟这个Log5抽出来 再把这个2也联合抽出来 所以就变成Log5 加Log2 Log5加Log2又可以把它在combine在一起变成法 5乘2等于多少 5乘2等于10 对吗 所以这个其实 变成Log10 等于1 OK 所以你会看到它是直接的3的 直接3的感觉 所以还有的就是在接下来呢 他又把这个2抽出来 又会有一个Log5加Log2 Log5加Log2 又会是Log10 又会变1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2啦 OK 所以这个 明白啊 当然我是 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写 然后呢 Log10 Log5加Log2呢 又会是一样的 变成这个情形 OK 所以 所以你会看到 为什么课本虽然给了大家 但是给学生看 有些学生就看了 有些看不懂 原因是因为 还是必须要有老子解释的 对吧 OK 好 那我们就讲完了 进入2B的部分 我再选几题来做一下 好多题 算是多题的 OK 好 第1个部分我选几题来看 这题吧 这题吧 还有这题啦 OK 好 来看看 来看看啊 好第第五题 Log 0.0001的3次方 哇 OK 所以首先你要看的是 我们 先把0.0001 然后换成10的多少次方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1234 4 所以它其实是Log的-4次方 对吧 Log的-4次方 然后这个3再沉进去的话呢 它就会是Log的 -12次方 Log 10 基本上是1 对吧 然后这个-12呢 拉前去 我们就会得到 -12了 所以这个也是类似的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也可以 可以看懂啊 第6题 我们看一下答案 ABC 12 第6题 -12 OK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9题 这个没问题啊 就这样子做了 第9题来看看啊 Log 乙是3 27 乘9 平方 那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 先 怎样处理 我们先把27变成3的三次方 对吧 然后9的话变成3的平方 平方在哪平方就得到44方 如果再combine的话呢 啊 所以这个也是做处理那个 指数 我们先处理里面呢 就是可以讲combine变成一个指数 3 这个是3加4啊 3加4得到7啊 啊不要不要 弄错很多学生 很多时学生就在这里这一些细节的部分啊就弄错了啊 这样是3×42 他就放个12 啊所以这些都是需要练习 啊需要练习 会常常做错的东西啊 啊你必须要练习了你才会 OK 所以 啊做完了记得要交上来啊 老师会改会看啊 OK 再来第11题 第11题 LOG 16 1分之1 是吗 大概是这样子 啊这样子 啊当然 这一种提醒 有一些学生就讲 哎老师有一个 一招叫换底啊可以也是可以处理这个 是可以了用换底的方式可以处理 不过我们这个 小节还没有上到这个换底了啊我们就当做我们不懂 好因为这个是还不需要用换底啊我们就可以做到了 OK 所以我们硬硬啊 硬硬换 把它变成 2变成 16 2变成16 所以你就先看了 2的几次方等于16啊 2的 4四方吧 224 4 16 2的4四方 也就是说 我把它换成16 的 四分之一四方 是解决了那个问题 啊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一边呢 他其实是什么 1616的 4 4 4 是吧 所以这一题 严格来讲 他基本上就是 4 OK 可以 应该没问题 好 就我比较选了一些比较难的 其他的你来做啦 这个部分都还是很非常入门而已啦 这些都还是很入门的一些题目 OK 那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 以Log 以Log Ax Log Ay 跟Log Az 来表示下列各项 我是个人是觉得是一样的啦 所以我选一题来做就好了 我选16 OK 我选16 Log Ax Y 二分之一 哎 怎么写到不是很美 为什么不是很美 Z 的 负 三分之二 OK 那你会看到课本呢 我觉得他那个步骤好像有点 有点太慢了 OK 所以我现在 我我我我我必须要讲一下 考试能够接受的一些步骤的那个 速度 不能太快不能太慢 OK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你可以当作是三个东西是相乘的 我把它拆成三个数目相加 然后再把那个刺方给拉下来成 其实我做久了这一步我也是跳的我直接可以得到答案 呃 保险一点啦 校内的你就不要跳太多 还是分成这样子两个步骤 OK 所以高速二的话呢 老师是很厉害的 他们跳不跳好 五六个步骤的 啊 啊 所以第1个步骤跳第3个步骤是对他们来讲是差不多水了啊 所以高速二的话呢你会看到啊 呃你的头脑的运算要快很多了 所以第1个步骤是其实是可以直接跳第3个步骤 OK 没问题啦 应该很简单 啊如果是很像有这个A怎么处理啊 你也是一样了啊 只是最后呢 Log AA你要换成1 啊就可以了 Log AA换成1 不讲了我只稍微提一下 OK哪一个看起来和演员呢 看起来复杂啊 22复杂27看起来好像也是 不简单 哦这种提醒啊 可能要讲一下 然后这种应用题的我就不解了给你们自己的给你自己试下啊比较有挑战性的要思考 OK 好 讲到三题 我们进入下一个小节 第22 Log 第3 立方根 81 44方根 729 乘9的负3分之2 729 Oh my god 729是什么 啊 可以用计算机来 辅助一下了啊 我们看到的是他应该是可以乘9的除除以9的哦 9的三次方 9的三次方 所以9的三次方可以变成 9的三次方 All right OK 9的三次方 OK 好 好像很复杂 我应该懂怎样处理我把这三个数目81 729 和9 直接把它拆掉 拆成三个部分 81它其实是3的4次方 对吗3399 81 3的4次方 外面的立方 根 变成 3分之1 次方 然后 还会相乘 其实 729 是3的几次方 刚才我是讲 他是9的3次方 9又是 3的2次方 所以是6次方 6次方 OK 那在这个 729来讲 它是有一个 4次方根 外面还有一个 3次方 也是要把它放进来的 4 3 12 所以它是 12分之1 12分之6 OK 最后的这个 负 224 224 然后把 9变成 3的2次方 然后 最后的这个3 必须要跟432相乘 一共36 OK 很 感觉上很大 但是应该是还好的 这一边月减是2分之1 这个月减应该是9分之1 OK 然后我们再想 相加了 乘法 指数 相加 所以是3分之4 加上2分之1 减去9分之1 Log33可以去掉因为它是一矮的,所以接下去的部分,我按计算计就好了,4除以3 加2分之1 加2分之1 1-9分之1 好,好难看的答案 我写成假分数了,31 3分之1 1分之1 好丑 我看一下答案对不对 22题 因为有时候 很丑的答案了,因为 很多时候会有设计过了 数目应该不会这么丑 第1集 第22题 31 over 18 也的确真的是这样 OK 没有问题 YES KKK 这里 对啊 哪里不明白 很多学生会忽略的就是 外面的这个三次方根 他不知道要全部都要放的 然后四次方根也是一样,要跟三次方根,又要再放在一起,然后再衬完进去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81呢,其实是三分之四 然后729呢,虽然是六次方 外面其实有三,四三十二,十二分之一 分母应该要有十二的 OK So 比较多学生是不太会处理这个四次方根 啊 他们很多时候会怎样,哎,会先处理里面啊 啊 里面慢慢做啊 做了之后再带回出去 啊,就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的这个的做法 当然 每个做法都可以的 这个做法,我个人认为是最快的啦 OK 跳跳跳跳跳快一点比较好,因为如果步骤太多你会很烦 好,我们尽量的简化我们的步骤 哎 OK OK 22没问题 可以了,这样我就要做27的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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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27题两种让我想想啊 OK两个两个两个了 应该可以OKOK OK A的5A的三次方B 再加LogAB的三次方 OK 这题的做法其实你可以看到两个Log的加码 分子有两个Log的加 所以我们可以Combine变成一个Log Combine变成一个Log的时候它是相乘的关系 两个相乘的关系呢应该可以做到A的四次方 B好像也是四次方 对吧 所以我挂虎起来四次方 分母的话呢 分母的话呢 应该也是可以把它变成AB 然后三分之一次方 换句话呢 我可以把那个四跟三分之一抽钱去啊 OK 然后这个LogAB呢就可以越掉了的了 OK 四三十二 凡分数处理一下三 这个分母的分母可以放上去变分子相乘 四三就是十二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当然你要多一个步骤呢 放回那个LogAB在那里啊 也是可以啦 放一放那个LogAB在这个步骤 然后你再越掉它啦 然后这个4除以三分之一直接可以变成12 OK 应该不难哦 有时候指数这个东西啊 看 对 你看透了就很容易 你看不透就好像很难 OK 可以 再看一下 没问题啊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十题 OK 第三十题呢 让我觉得 我应该要再给多你一个formula 所以你再加一下啊 我可能要加在这个 可能要加在这里 我加在这个部分啊 Log LogA A X 它其实是等于X的 这个你其实就讲说 其实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用这个formula 再把它变成Log的那个format 你就会做到LogAX等于LogAX 好 你这个东西啊 这两个拆开来 这个X插在中间 对吗 你就会得到LogAX等于LogAX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感觉上好像废话 但是你会看到的是 如果你有了这个formula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的这个base的底是LogAX 我底的是A 我的指数那里有一个Log 底为A 我可以直接的把这个X 得到当作是我的答案 所以这个其实我必须要用到这个概念啊 OK 这个其实 过了 第三十题呢 其实有用到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 这样子写 你在看回啊 你就会讲了 哎 怎么就变容易了 没 OK 只是后面的部分 所以我不够会 我 有些再写过啊 OK 加上二分之一 只是后面的部分 你就会讲 哎 到底怎样处理啊 OK 不过也是不难 我们看一下啊 OK 那前面的部分 你就会看到了 LogAX LogAX 直接去掉 它其实等于7 对吧 这样后面其实还要处理一下 二分之一呢 它其实是二二的负一脂房 然后上面有一个负 我把它变成负负得真 就变成Log 2 7 对不对 啊 这样子 说到最后呢 这个是7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会得到7 所以这个是7加7得到14啊 OK 可以啊 so 这个 介绍了多一个formula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第27 29啊 其实 直接是等于4的 啊 但是这个简单 你就讲说 我可以用什么方法 有些 有些老师就讲说 你LogAX这个东西等于Y 然后你再变成指数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到这个Y 其实等于4 OK 用那个formula那个转换啊 就是第一个formula 指数跟对数的转换 啊 你先把这个东西设成Y 然后再用那个指数的转换 你就会看到哦 其实Y是等于4的 OK 同理啦 啊 所以你做了第29呢 其实第29是让你呢 找到一个这样子的规律 你就会发现到3 Log3 4 就会直接得到4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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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啊 这样子啊 通过29 啊 29也是当做做了啦 OK 29 30 啊 就是这样子来处理啊 哦 但是他又没有其他提醒了 他就只有这两个提醒是特殊的 是这个啊 formula OK 我解掉了啦 不要紧 好 没有问题 那今天可能呢 就可以做 换迪 啊 我们再介绍换迪 然后今天做三个小 这个礼拜 应该是讲一个补习就是做一个礼拜的东西 啊 这个 啊 我们就可以做三个小节的啊 练习了 OK 17.3 我们来看一下 17.3 嗯 17.3 是什么呢 17.3 我不在 我不讲他的这个推导的过程啦 啊 我们只是说 我 怎样看这个换迪公式 其实我是这样子看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 cut成一半 X放上面 A放下面 你的lock的base可以随意换 啊随意换成B 你看到五中生有放一个B出来的 不过上下的这个换的这个底呢 必须要一样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换迪的公式 你给我再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啊 哦 哦 哦 没有讲 不过 不过呢 OK 我必须要讲一下哈 如果换迪公式 我的 我的B 不是B 我选特殊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是选成 呃 Base X Base X来讲 OK 这样LogXX是不是等于E啊 啊 啊 所以后呢 你就会得到 呃 In special case LogAX 等于E OverLog XA 你观察到什么 你会发现到 这两个对调啊 他直接的就是把它取导数的意思 OK 所以就是说我只要把A跟X对调位置 我直接拿导数 这一招其实 其实是换迪啦 其实他是换迪公式 啊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一种 special case 如果你记起来你就可以跳多一步 OK 所以这个是提供一个跳多一步的一个方法 OK 所以Log 换迪啊 在 在计算机上面很好用 为什么 如果我给你 请你计算Log 2 5 LogBase 2 然后5 怎么计算啊 我的计算机里面是没有 不可以给我换Base 你会发现到 所以我们其实是 用Log5 除以Log2 来按的 所以是得到2.322 OK 3219 然后3219 280 95 这个是按计算机得到 所以如果你今天 给我一个数目LogBase 2 5 让我找那个值 啊 又给我一个计算机 当然那个计算机不能太highclass highclass的计算机是有 可以换Base的 所以如果是我们的同考 我们只让你们用FX570ms CasioFX570ms 你就必须要用这个方法来按 OK 所以这个是提供了一个 当然我们做久了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 哦 直接按Log5 除以Log2 OK 好 再来的是 再来的是他要你证明了 这个证明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呢 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第一个 两个的换体 两个的换体 换成Base 10 所以LogB 除以LogA LogA除以LogB LogB可以越减 LogA也可以越减 当然你可以用我刚才的那个方法 是吧 刚才那个方法 我的Base啊 我只是把前面换一换 变成E除以LogB A 你会看到它还是放回LogB B出来的 对吧 因为它没有介绍那个公司 然后它没有介绍这个公司 所以它LogB还是写出来 不过如果我们被那个公司放E就好了 OK so 然后 也是一样LogBA LogBA就可以越减得到E OK B的部分 B的部分 你会看到啊 这个其实啊 也是一个特殊啊 如果 呃 当做是 我们到过后啊 有一些 呃 你做久了了 呃 OK N拉出来变N分之一 那这个是怎样做啊 这个是 啊 也是用换底了啊 换底换成A 换底换成A A A的话这就会变成E 所以这里有N分之一对吗 所以放前去 就会是等于N分之一LogA X 那这个步骤呢 我有看过学生是直接跳的了啊 就把它当做一个formular 啊 来用的 OK 所以这个我也跨起来啊 啊 这个有些 啊 也这个也是一个 呃 当做是formular来用 好 再来这一个 计算啊 计算 那这一边我们通常如果是2的 跟呃 你可以看到93的平方 呃 巴是Log 呃 巴是2的三次方 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尽量的把它变成2跟3 啊 9的话 所以他首先是先换底变成Log啦 Base 10 Log9 除以Log8 Log32 除以Log27 9变成3的平方 那个平方拉前去 8换成2的三次方 这个三次方又拉前去 32是2的5次方 这个5次方又拉前去 27是3的三次方 那个3又拉前去 在这一边Log3可以约 Log2可以约 33得9 52得10 所以是9分之10 ok so 当然啦 你会讲说 哎呦老师我可以用计算机按出来的波 对吧 so啊 当然这种题型啦 我们的题目呢 都会在后面呢 补上一句 啊 在不使用计算机的情况下 请计算这个的值 ok 啊 不使用计算机的程序 所以你就要show那个step 啊 啊 这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通常会用这样子一个写法 Log23等于M Log52等于N 啊 M跟N 来表示这个Log60 OK Log60 这样子的 so 这一个题型是怎样呢 这个 其实是 这是很麻烦的地方 因为这个两个的底不一样的嘛 一个底是2 一个底是5 当然我们 我的第一个想法的就是 这一边呢 可以把它变成 呃 换底 啊 两个交换就变成了分数嘛 对不对 soLog25 会等于 N分之1啊 ok so 这一边我再把它换成 呃 base2的话呢 我就可以用M跟N表示 所以这个方式呢 呃 当然它是写求证啦 所以你有两种方式 你可以用右边做到左边 你也可以用左边做到右边 啊 他不是 如果题目有些很起来的 就是不给的 以 以M和N表示Log60 不过这样子的题目呢 那很多时候呢 会出现很多答案 所以为什么呢 他会 呃 呃 可能也看到很复杂的情况下呢 呃 就就就让你 啊 让你自己 呃 点了吧 大概还 聊一下 不要紧了 可以啊 继续录 ok 所以这一边呢 他怎样呢 他是从啊 像我这样讲了 他把他变成Log2 Base2的对吧 所以我在这里写一下啊 Log 其实是Log25 会等于N分之一 对吧 这个是 写到有点丑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写会比较美 啊 N分之一 当然如果你写了这一部 你就会看到这一边 他就他写多一部看到吗 他写多一个这个步骤啊 如果你 如果你 呃 多了这个的话 啊 你先写这个的话 啊 你就可以跳掉这个步骤了 直接把他变成N分之一了 alright so 当然你会看到他没有在中间 直接的把他呃 把他带掉了 如果是我哈 我就直接这一边就会变成N分之一 变成1加M了 啊 然后再做什么呢 再做通分 再做通分的话呢 N加1 对吧 然后 N 又放又会放在分母了 so N加1 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再沉进去呢 就会得到他的要的东西了 对吧 ok 那这个是从左四做的啊 这个也是从左四 啊 但是他是怎样呢 比较蠢一点啊 他就是不是把他换去Base 2 他会把他换去Base 10 换去Base 10了之后呢 就变成Log2加Log3 所以呢 他又从U4再做一遍 从U4再把我们的东西放进来 全部把它变成Base 10 哇好像很复杂啊 换成Base 10 再换成Base 10 Base 10 这个2可以约了 啊 这个Log5可以放在一起了 Log2加Log3 这个乘上去就是Log2加Log5 对吧 对吧 就得到这样了啊 so Log2加Log5 啊 这个东西 可以变成Log10的对吗 两个变成一个Log的乘 就会得到1 啊 所以为什么会得到1啊 所以最后呢 你会看到 哎 左四跟右四都是Log2加Log3分之1 哇 啊 就可以做到了 当然我是比较鼓励是这个解1啦 啊 这个解1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会怎样做 我们会给你Log 底为6 10 要你直接用M跟N来表示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提醒的话呢 你就不能用这个2的方法了 2的是有给U4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做 OK 所以这个必须要掌握这个解1啊 啊 会比较好 好 A还有这个 这个 证明 它也是有两个解 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的情况下 LogA LogAB LogA加B C 然后再加Log A-B C 呃 就会得到两个Log 这个的话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他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呃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说 我把它变成LogBase C啦 就是把它换成分数 呃 换成 导数啊 我们讲取导数啊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呢 他就开始有了这个formula了 好像突然间 呃 啊 啊 打通认读二脉 发现到 可以直接的这样子交换了取导数了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要学起来的 啊 然后这个后面也是一样两个倒转 然后取导数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是相成 呃 通分 通分 通分的时候呢 上面的是相加 我们可以变成相成 对吗 所以是A平方加 A平方-B平方 分母是做不到东西的 我们就相放着 然后因为 A平方-B平方 会得到C平方 这个是他左边的 呃 这个左上角这个 A平方是等于B平方加C平方 这个呃 这个条件 所以就换成C平方了之后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2 对吧 变成2 变成2了之后呢 这个就分开写了 对不对 这个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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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再把它调转回来呢 又会变成分分母了 啊 所以这种题型哦 很复杂哦 感觉上像是什么 像是那个trigonometry的 那种证明题 有什么 ok so 呃 指数呢也是可以出到很复杂了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解 换Base Standard 有些时候啊 他们偷懒啊 就是懒惰啊 啊 全部Standard 换Base Standard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啦 如果你不去选择 呃 不选择那个Base 直接换Base Standard 它难度通常会比较高 OK 所以你在刚才那提的 我也是会建议你换成Base C Base C会比较好解的 OK 所以你们我们看一下啦 所以它把它换成Base 当然这边要放一个挂弧会比较好 OK 这里要放挂弧了 会比较好 OK 然后呢 再交叉成 交叉成 交叉成了之后呢 这样呢 anlok c抽出来 看到吗 有同样的log c抽出来 然后这两个就可以相加了,对吧,相加的时候呢,直接的它会变成相乘了,乘起来, so,一样的a平方减b平方,换成c平方,c平方,所以再把这个2拉前去,然后这个就会变成平方, 然后再把这个logc分成两个部分,然后再把这两个再combine回在一起, 我的做法是怎样,我是没有啦,因为我是把它可以这样子裁,然后直接可以变回去优势, 所以他当然他的想法就是想说,学生看不出要怎样变回去,所以不要紧我们又从优势, 他们又从优势那里做过去,所以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这个不写,我这个把它放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跟学生讲,你不会啊,你就左边做右边做,然后倒转插上去就可以了, ok,anyway,这个也是可以啦,可以啦,不过我建议这样子做,我就写个note放在这里,ok,好, 好,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看我不要再去,我讲多几题,然后给一些时间你们做了, 给半个小时你做了,不然的话我一下子,哇,四个小节,我看你们都做不完了, ok,好,来,选几题来解,有吗? 我,我的确是有选最难的,我的确是在选最难的,ok,这个是小西哈,这是小西啊,把一个打字的老师可能弄弄错了,嗯,会难吗?我是觉得一眼看我就知道怎样做, 然后走了,是不是有 Mus durk,好,刚才 long了,甚至少我也要回答就没完, 现在答应我我,好吧,把最多讲的确认所以,那压留意了我觉得这里可以ано, 这一集 42跟56 哇 好大的数目 那选20吧 选20 好 还有哪一些 这一个是 这个可以一眼看到 二分之三 自己二分之三 有趣啊 蛮有趣的 我就选择解来解 我十四题好像看起来很复杂 OK就这样啊 OK好来解释一下这几题 好来解释一下这几题 第三题 Log A的N次方 B的N次方 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如果刚用刚才的那个想法 我把N拉前去 M拉前去 你就会得到这个了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啊 到最后啊 到后面的话呢 它是可以当做是公式来用的 这个 当然我们 since 他出到这样 我们没有理由啊 直接把它当做 这种 我就直接的 把它变成 换底 我们做换底 换底了换成底为A 换成底为A OK 这样这个是A的N次方啊 啊 然后我再把M跟N给拿前去 M跟N跟拿前去 那LogA就会等于1啦 这个就等于1 然后M跟N呢 我们写前去 所以就会得到他要的东西 OK 所以这个我是写的比较详细一点 因为 呃 因为是要让 告诉他这个东西是怎样来的 所以我的步骤写多一点啊 但是如果是理科高速2来讲呢 这个其实是可以当做是公司 可以直接跳去结论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天 遇到这一种提醒 把M跟N拉前去 N是放分母 M是放分子 搞定 啊 的确是可以这样子跳的 alright OK 好 那第三题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第8题 嗯 第8题啊 ABC 感觉上全部都有X 如果要Combine的话 我应该是要把它换成同样的Base 所以我取导数啊 这个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取导数让它变成BaseX 我的Base变成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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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怎样拉呢 Anyway我这样子放吧 OK 好 写一下 所以这个提醒 LogAX LogBX 加LogBX LogCX 加LogCX LogAX 好像很复杂 这样哦 OK 所以首先我就讲了我换D 换D LogD 作为X 有没有 D 为X OK D 受死碰到 OK 所以同样的啦 后面全部换D LogD 为X B LogD VX C LogD 为X 我再写什么cos log 以为xc 再乘一个log x a 这个要做通分 怎样做 这个好像是变成log a乘log xb 乘log xc 对吗 我们是把它变成这样子三个 说第一个是缺了log xc的对吧 第二个是缺了log xa 第三个是缺了log xb ok 看一下 看一下 还蛮复杂的 我自己 这他步骤很多了,但是他的做法还是还可以,说过后呢,我们要把换回去分母,哎呦换回分母,Cx Cx Cx 加上log Ax 加上log bx 然后下面呢 我们是不是把它换成成法 成法 可以变加法 成法 成法不行 成法不能啊,几个落得成 几个落得成 好像说不太出来 ABC加起来 我想一下 可以看到了 刚才这一步 这一步都还是对的 下一步就错了 这个反而是分母做不到 分子是做到的 因为你会看到三个落得加可以变成一个落得成对吗 所以我可以把它Combine在一起 它其实是A成B成C alright 所以这一边这个分别的做不出来 我们就分开 我们就可以把它再变回去 AX 乘Log BX 分子一 再乘Log CX OK 那分子的话呢 我们做快一点了 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 A 1 除以Log ABC X OK 那接下去呢 这个分子的分母就会变成分母 分母的分母就会变成分子 而且是相乘的 OK 所以AX Log BX Log CX alright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证明到他要的东西了 所以的确 第八题也是的确是比较难一点 OK 第九题我也相信应该也是有难度 是有难度 是要做吧 好了 好了 我做了 我做了 我做我做 OK 哎呀 按错了 OK 第八题可以吗 第八题 给一些时间你写一下 好 好 好 OK 第九题 来做 写一下 先 1 Log 这个比太粗 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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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变成右边的那些,你会看到全部的都是A的, 所以我只要取导数,我就会把它变成Base A,所以我全部的把它变Base A, 这个换底换Base A, 那个ABC我就把它变成分母分母,变成分子了, ok我就得到这样的东西, 然后后面,蛮复杂的,Log A B, 这个是C来的,然后再接下来这个是Log A B, 加上Log A C分子一, 那如果我的后面啊,我这个前面,我不要理他前面可以这样处理啊, 前面怎样处理啊,前面如果把它变成几个Log A, 我可以变成Log A, Log A B加Log A, Log A A加Log A B加Log A, A C, 有时候我谁LG不了, Log A B加Log A C, 后面,上面这边如果我相同分, 上下的分母应该会一样, 所以直接去走啊, 这个是我们有时候会做的一个跳步的步骤, 所以在这一边呢,是交叉层,然后加在一起, 所以纯粹它就会是Log A C加Log A B了,对吗? 好像跟前面的分母一样啊, 对不对? 哦, 所以过后呢, 过后呢, 这个Log A A是E来的, OK, 所以意思是说E加Log A B, A B加Log A C, 减1,对吗? 减1, 然后Log A B加Log A C, 1减1去掉, Log A加Log A B, Log A B加Log A C, 分子分母一样, 所以越减得到1, 所以你讲是不是要用那个, 交换了之后, 变导数这个公司,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每一次去换敌, 你也的确是非常麻烦的, 对吧? OK, 说这个给你看一下啊, 整个的做法, 大概是这样子, 好, 第9也的确难, 第9也的确难, OK, 解好了, 对啊, 所以我们剩下14, 15, OK, 4题啊, 分分钟解完4题, 我们时间刚刚好, 这样也是好啊, 这样子的话,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OK, 第14题, 14题, 可以, 没问题啊, 最重要是你听的时候, 你呃, 听上课的时候呢, 你就听我的那个想法, 啊, 听想法跟那个做法啦, OK, 然后自己要在试下做的哈, 好, 再来Log5啊, Log, Log跟How2, 乘上Log7跟9, 然后Log5, 乘下来Log7跟9, 3, 1, 2,